大家好 我是吴云俊 今天是2020年的7月15号 每期时间下午的将近三点钟 来看今天的要闻 Twitter被黑 刚刚发生了 这个Elon Musk 还有这个Bill Gates账户 都被黑了几个比特币了 还有苹果的这个官网呢 就官方的推特呢 也删除了所有的推文 来看LIFT大涨10% 我认为是一个利空 再来看SPWR 连续两天的大马右 这是一个新的半导体的 这个芯片芯片股 LCC也是一个芯片股 急速的提拉 迪士尼被迫营业 我认为呢 迟早都得关 这个RTX雷神洗盘完成了吗 这个Oracle迎来春天 以上就是这个全部信息 来今天来先看的一个重点的重点 推特 TWTR 推特来喽 稍等一下电脑有点慢 看到了 推特它的股价 你看我们从价格来看 它7月8号的时候有一个往上的秤 突然往上秤的很厉害啊 你看 现在又回调 3536 但今天他出来这个事情呢 还出来这个事情之前 也就是收盘之前 还没有发生一个特别严重的被黑的事件 被被黑客黑进来 所以说它的股价尾盘还是买入的多 这些资金就这个去他个娘了 不好意思 这个是脏话 就这个很不值得 就早知道就改再改一天再抄他 这是一个再来看他最近的交易记录 交易的那个份额 从直击面来看 7月14号也是昨天 也是一个这样的尾盘拉升 是在我作为是一个做好的 而且咱们说个所流氓的大方向了 老川 川普 还有其他的各个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的外交部发言员 华小姐还有这个耿先生呢 都是这个天天在给推特这个卖广告 还有著名的环球总编辑 胡编辑 也就是我 他也是一个净流入 也就是说最近呢 推特呢 他会迎来一个新的往上去炒作的一个方向 就至少他到3738块钱是安全的 没有问题 7月2号的时候是不做好 7月2号的时候是没有拿着他 而且还是一个净流出 再看这个之前的这些都已经无大无多贯重药了 我觉得推特的话会一直的火下去 但是今天是一个利空 我觉得明天会是一个很好的买入点 我觉得买入点大概就是32块33块 或者这个事情呢 会会被推特肯定会被告 这个被黑掉 还有之前的各种各方面政治原因 还有什么 这个被告 那我觉得他的股价会到32块钱 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个买他的期权 他稳稳的能回到35 也就是今天的价位 他一定能回到 好 再来看下一个消息 LIF大涨是利空 我觉得是一个利空 为什么呢 我可以直接不用看他的那个资金的流向 我自己呢 是当一个LIF司机的 我当LIF司机还有Uber司机 我当了两年 是疫情之后 我才开始在接着股票 没有没有认真的去这个送外卖啊 送乘客 LIF这个公司呢 它是一个纯美国公司 Uber呢 它还要全世界的什么 当然龙头大哥还是Uber 但是LIF呢 它必须把美国这块蛋糕给吃下来 也就是说 它收取的那个利润 它一定要比Uber的少 而且LIF要提供的那个车辆啊 还有什么都要比它好 就它从中间要砍掉一些这个价格 它少赚一些才可以的 而且现在基本面的疫情呢 也没有过去 也本来司机就不多 它而且这个有钱去打车的 也就是舍得花钱打车的 也就是学生群体 还有这个做一些高收入的中产 例如这个做金融行业的 做这个IT software行业的 都是这些人愿意去打车 但这些人都已经在接办公了 它并不没有一个刚需去出去外面 这个这个吃喝玩乐啊 上班没有刚需 我认为LIF一定是一个 一个 它肯定这些利好消息 肯定是什么无人介绍啊 我无人介绍 但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利空 我依然觉得它是一个利空 它一定还会这个掉下来 掉到这个位置还是27块钱左右 但是它现在应该还有后面会是一个洗盘 从这里开始洗 也就是维持在30块钱左右 30至28左右 这洗 洗完差不多才会往上冲 就像航空股一样 它万一这个又又再封呢 它航空股 它就会再下来一撮 所以我认为是一个这个 利空 我认为是一个利空 我认为是一个利空 再看呢 SPWR 这是一个新的这个非常新的一个一个股票 它是一个半导体 它先看来7月14号 7月14号 来 它是一个买入 它是一个你看 Fallon Yuan TenFallon Yuan 就是我们的一万块 一万块是631万 这是老外这个 他硬白发生券 但是 昨天开始 昨天7月14 它已经是Million USD 就是500多万 这是500多万 已经换了单位了 小伙伴 听到没有 他已经换了单位了 再来看他今天的这个走势 他今天走势冲高 他已经这样 他已经一个W跟之前拼多多一样 他这这些Sunpower 这些是不是太阳能 这个意思呢 我没有了解过这些公司啊 为什么我会给大家说他呢 有一个ETF叫XSD XSD 这一只是一个这个半导体的ETF 他的这个第一个的这个排名第一持股比例三点多的 就是他 Sunpower 我认为人家ETF的那些数学模型也好 资金面消息也好 肯定要比我们散步的强 而且他是属于一个突破口 他还是一个阳线往上 他应该不会再洗 在这里后还会洗一拨人吧 或者很有可能会洗一拨人 他卖了获利盘套利 但是现在呢 今天也是一个万美金 这是一个万 五百五百五百五十二万 就五百多万的美金 跟多昨天的买优量一样 他会往上一个扩展 他一定是往上的一个扩展 这个毫无疑问啊 这个但是这个会洗或者会九块钱入手呢 还不差这一块钱 我们现在入手也可以 这个他今天涨了百分之七点四五 他是十块钱的股票 他十块钱的股票 你想象 这是个半导体股 再来看到这个线面的这个什么 LSCC 时间不大够 我说完这个就差不多了 LSCC来看到他的这个7月14号 一个风了一个突然的往上涨 这个就很明显的 是这个大企业家之间啊 大资本家大银行的操作 那之前我们来看一下 他有没有一个往回掉 他有一个往回掉 他肯定有回掉才回涨 就肯定还是要洗一拨人走 他吸筹码 这个也是一个急速的提拉 他觉得吸筹码差不多了 他就可以往上搞 我们来最后来看一下 他这个LSCC的这个今天的表现 来他今天还是一个往上了 他这里资金面已经快吸的差不多了 肯定还有一个提升到32、35 我认为他一定还会这个在有一两天 这个礼拜之前完成了这个洗牌 然后就会往上突破 突破到35块钱没有问题 人家是搞半导体啊 开玩笑 现在是多么火热的一个板块 半导体股 对吧 上半部分分享到这里 对吧 再来 我们先做这个 也